我爸 我还有好多工作呢 等我忙完了再陪你玩好不好 乖乖写作业 快 不能跟陌生人说话啊 快点 喂 少语帅哥 我是依恋 依恋 你在哪儿呢 我在超市呢 你放心 依恋他不在这里 他出去了 这里救过一个人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呢 我想你了 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在找你呢 他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都在四处找你呢 那依恋答应少语帅哥的事情 不要忘记啊 嗯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他们你去哪儿的 嗯 依恋真乖 那好了 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依然 依然马上要过来了 好的 再见 再见 你在给谁打电话呢 我 我 我没给谁打电话 我没给谁打电话 我都听到了 你在给少语帅哥打电话对吗 你快点告诉我 他现在在哪儿啊 你知道他在哪儿对不对 我跟少语帅哥发誓了 不能把秘密说出去的 他现在遇到危险了 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 如果晚了就来不及了 少语帅哥现在还不能回来 因为他去了小王子的星球 那里可好玩儿了 有很多很多的炸鸡腿 有好多好多的蘑菇房子 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 少语帅哥本来想让我给你们一个惊喜的 不错 李烈 少语帅哥是在骗你的 他根本就没有去什么星球 他是得病了 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 如果我们不去找他的话 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少语帅哥得了什么病啊 他得了脑癌 已经没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而且 你不是一直在问我 到底谁是你的爸爸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少语帅哥就是你的爸爸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爸爸找回来啊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吗 是你的爸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的病情 我们都知道了 你别再躲着我们了好吗 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 这几天 我们把你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 可是都没有你的一点消息 你妈都憔悴了好多 她也老了好几岁了 跟我回去吧 我们陪着你一起把病治好 这病治不好 宜然 手术的成功率很低 就算成功的话 我也会全身瘫痪 我不想看着自己成为一个废人 你让我一个人面对好吗 就算你全身瘫痪 我也会一辈子都照顾你的 让我陪着你好吗 你不要抛下我 让我陪着你好吗 我求求你了跟我回去吧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我也不想成为所有人的负担 那你就忍心抛下你妈 抛下我 抛下依恋吗 你这么做对得起 关心你和牵挂你的人吗 而且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地 才走过来 才走到一起 不可能让你再离开我 走 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就算手术成功的话 我也会成为残废 我不想你后半辈子 跟我一个残废在一起 我不在乎 你没什么样的 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 我在乎 我在乎一下 我在乎 所以待会求你 我回去吧 好 不走 不走 你要是不回去的话 我也不回去了 你不走 我走了 你干嘛去烧烟吧 你也让我来一脸 不要 我不要你走 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们 我也想留下来 可是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离开 所以以后 一脸在想我的时候呢 你就抬起头 去看天然的星星 那很多颗星星里边 有一颗是小龙子的 我出去了那颗星球 你知道吗 你一天要怪 你才有个怪孩子 有天宜然的话 我呢 我就是那颗星球 一直静静的 开心的 看着你和宜然好吗 不要哭啊 不要哭啊 再亲亲少许学课 我真乖 我再亲亲你好过 来吧 姐 好疼啊 大雨大哥 我不要你了 你留下来陪你了我 你留下来陪我们好不好 你不要了我 你留下来陪我 你来了 我陪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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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我 你的天 我陪你了